東頭村貴東樓出現同坐向單位的確診個案 而政府的專家就認為 同秋氣線將含病毒的空氣帶入單位有關 有察樑師就說 同類型設計的單位都存在相類似的風險 要小心用秋氣洩 屬於花形設計的東頭村貴東樓 在1991年落成 在高層20號單位的黃女士 對面就出現相同坐向確診的15號單位 鄰居已經撤離 對於疫情 我想每個人都不擔心 平時我們都很少開廚房窗 七糧師何具業去到單位視察過 說屋內的間隔容易導致病毒向上傳播 廁所很多時候他們按照抽氣線 其實是很貼近這個露台 如果他改裝在裡面的廚房 其實就是很貼近的廚房 這裡排出 秋風出去的時候 你同時用熱水 外面也有很多熱氣 經過這個熱水流的煙通走出去 兩者相距都不完 很容易就混在一起 熱空氣帶動了一些氣流 再向上升 廚房窗位有鬧隙 很容易就有風壓 再加上廚房有負氣壓 就扯進去屋子 他建議住在Y形設計大廈的居民 無論是否有開抽氣線 都要將廚房的窗關緊 以免其他住會開抽氣線的時候 有熱氣扯進去 廚房和廁所的窗要關得比較貼 然後開抽 已經開抽氣線 就不要開得最準 短期的 我們有些簡單材料 有些防水膠布 在室內都要圍著窗邊 都可以避免有些大鬧隙 去滲流 類似貴東樓的Y形大廈 全港有超過200座 主要在80至90年代 由房委會興建 無線電視記者 賴啟新報導